处理 鴨子送去宠物旅館寄宿 接回后却腿部骨折 身体靠支架固定 受伤的脚无法行走 一直在那边 他都不会觉得有问题 像我去抱他的时候 他都没办法站 一把他拿起来放下去 就是直接趴着 四竹表示 在过年期间把鸭子寄放到旅馆内 却发现鸭子无法站立 送医后明显看到腿部骨折 受医建议进行安乐死 让四主不能接受 鹿虹寄宿旅馆 在整整四天内 没发现异常导致延误就医 我则没有及时发现 或许原本受伤的时候 没有断得那么严重 认为业者态度消极 甚至在细水活动 还直接抓鸭的脖子 更在寄宿后出现 请掌言的状况 气不过才选择公开 监视器画面确实没有去照到说 我们有去看到他的鸭 有从我们前面经过 或是他有走路怎么不变 他原本就是在休息 那毕竟受过伤的鸭子 在旁边休息是最好的 真的指控业者也晒出截图回应 原来鸭子在寄养前 就曾经双脚骨折 受伤抗复后才寄放到旅馆 进到馆内 业者认为鸭子有伤在身 经常趴着休息 才没有察觉异样 愿意一同负担赔偿责任 在事后协助支付医疗费用 7200元 业者表示 有积极处理后续问题 如果当事人不满意 可以透过法律途径 寻求解决 全权交友 司法处理 三逊周王配华台北